曾经那一场恋爱包围战役 雇用的战斗到无能为力 我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了你 却没有好好珍惜而识弃你 最终的我们没有都到一起 你管了 天天跟着你合影 几少爱情走着走着 还是再爱你一次 对 咱俩他做到最底的 来吧 我是CV 我才是CV 我才是CV 我是CV 好 好了 今天这个案件有一点点复杂 美男因为是个善良的人 他主要是可怜他 一不蔽体的 生活宠破 你看可怜的 什么叫一不蔽体 这条白色的秋裤多好看 这么白 别跟我摸摸索索的仔细看还是毛裤 好了 为全能先说说你 我是唱的了歌 跳的了舞 掰的了头抖的了音 全能全能练习声 我是一个全能艺人 其实我自己就可以出道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有一个这种团体的感觉 我非常好 来请你团起来温柔的离开 对温柔的离开 一人成团 然后滚 那请问你现在是贵根的 我现在今年二十二岁 哦天呐 天呐 挺直不能离义 叔叔加油 其实我也想告诉您 就是他作为全能万金油 就是我们表演如果哪一个人突然生病了 或者他就临时 万能后补 万能后补 我去找了一下真CV 然后发现他没在那个房间 然后我又去了一下这个豪华CV房间 去找了一下白製作者 结果发现他也没有在房间 你找他们干嘛 就是想想聊一聊天嘛 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在房间吗 没人想跟你聊天 今天是我们作为练习生物 舞台的最后一天 哦 明天我们就出道或淘汰 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回走 然后拍了拍抖音 你去了最多的地方 却一个人都没见到 对 我就整个屋子乱逛 一个人都没见到 他们几个你都没见到 都没见到 回到这个房间里面 但是我发现我丢了个东西 哦 丢了啥 我那个C位的徽章丢了 他之前一直是C位 之前的C位的徽章 对 然后丢了 但是也无所谓了 反正 最后出道我一定是C位 那个 那个 咋样 那是你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啥样 我正想去他屋看他 然后然后看这个徽章 想留一个纪念 然后你把他就是发 你这叫偷 你知道吗 啊 你这叫偷 我想要跟你说 想要给你就是留个纪念品 那可是没看见你 你说了吗 你在拿的时候说了吗 我现在见着他 你在拿的时候说了吗 我有罪 我有不对 我做的不对 认了认了 投票吧 好不好 投票吧 但是越是像我这样的人 可能嫌疑越小 你们想 你想用一个小罪 掩盖你的大罪 休想 我就夹着我的C位 夹着我就 嘎着我这 哎呀 有味道的C位 其实我有一个神曲 有一个秀 我要想要在这完成 现在 给我音乐好吗 这姿势真的是 对啊 这个把他搞出来 这 这跟真人一样沉 不然还招水啊 人家是三个人 但是 别玩了 快 快 快 怎么了 弄出来了 快快 全能 全能 拨领子 拨领子 好 好 出来 一二三 走 那他头上有没有伤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打晕了之后 然后放在水里慢慢的 泡的 一点伤没有啊 没有 那他怎么晕倒的呢 下药吗 那倒是 我是觉得他肯定是晕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放水里给淹死的 慢慢淹死的 这边水龙头一开 人就走了 就死了 这么清楚 就是你了 我觉得 我 这突然想到这么高明 这高明啊 我们开始搜正吧 我不能跟你扯 这些没有用的了 我怎么觉得就是跟你一块 每一次都是你是犯人 我去搜搜 白Rap 这边 时间还有 五分钟 哇 呀 白Rap 我在你这搜到了一个 五 五百T的大硬盘啊 里头都是什么内容 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 这年轻孩子 总是有这大硬盘 真的有的时候 让人捉摸不透 总是自拍 白Rap 让我好好地给你搜一搜 然后 前两次都是真CV是第一名 到了十月CV就变人了 变成了白Rap 你听我吗 不管你来自火星 还是来自地球 但是很奇怪的是 不是真CV没有表现好 而是因为它缺席 走了十五天 然后说WC公司 使尽各种招数要牵他 挖墙角 然后他就想办法 就挣脱跑回来了 并没有人看到他被绑 然后他身上也没有 这种痕迹 我们猜啊 他是想跳槽 去WC公司 说得好 但估计最后呢 条件没弹裸 对 他又想回来 说得好 但回来他又不能白回来 所以他编了个故事 说自己被人绑架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个故事我愿意讲 但我想知道 你们有多少时间 可以听 好我接下来找到了何美男的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我还记得 你怎么不从盘古开天地讲起 那好 不要了 我这侦探要求的 不是 不是 我们可以听 魏全能没多少日子了 他都二十二了 因为我的家境特别好 我的爸妈开了500多家龙虾连锁店 当然我留个名片 你可以去吃 没问题 对 打死 打9.5折 太够了 太够了吧 500多家连锁店 是唯一这个粉丝 改变了我 真的只有一个吗 只有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看重他 他的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过即便是这样 我只是你这个偶像的口吻 留了一句说 一切都会好的 就从那一次开始 就建立起了一些联系和沟通 我后来留了他电话 我们开始电话聊条 我才知道 他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他是真的抑郁症重度患者 但是他觉得我给了他希望 魏电笛 终于到我了 魏电笛 其实我也主要去找了一下 白瑞克的房间 什么东西 Rap Rap 白Rap 我在他房间里 在一个男孩子的房间的枕头底下 发现了这个500T 500T的硬盘 500T 500T就非常大了 天呐 小白你是这种人 最重要的是呢 当我打开以后更震惊哦 日本视频 你给我看清楚 我看 不是 这边还有新西兰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世界地理 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我问问没想到 居然有人喜欢收集 这么这么多国家的视频 不准说我白Rap 再网上一打 里头是这个 Rap 全是Rap 哦 就各个地方的Rap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很用功很努力 你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你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我很想知道越南Rap怎么唱 真的是全员 年纪大就是阅历多 好棒哦 下面我就要说今天我要说的重磅信息了 表面上看这个小伙儿 表里不一 呸 他自己有一个小号 叫白BRRap 我请何美男 你看一下你的偶像的这个小照片 我都看着都觉得羞耻 我觉得这一定是黑粉做的 不不不 马来西亚 哪有白BRRap上面简介 是白Rap小号的自己简介 还在自己的胸上画了个BRRap 首先这个小号是他说出 自己心声的一个地方 刚才又这个又那个的 又这个又那个的 看看这个男人 我跟你说 这一定不是白Rap做的 这一定是个假的小号 那个是你的吗 那小号不是我的 刚才何美男读的这些是我 对我自己的要求 跟我希望我粉丝做到的一些事情 这才是我的价值观 人生观 但我后来没想到网上有一个小号 冒充我的身份 引导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我一直特别好奇 在他没来之前 我有九万的粉丝 可他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粉丝一步一步的 越来越少 对 他们都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很少去看 因为我自己平时不太看 可能几个月 那么上几次 几个月就上那么几次 然后他的粉丝反而增加了 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小号 我就想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确实是想干掉 你感觉我吗 你感觉我吗 我 就是 他不用在网上说解释说 这个人是假的 不用这些 不用这些 这谁说的 我又跟你说过一句话 我的偶像很刚 投票开始了 可以投票了 但我必须要说 虽然我的心理事项 我要弄死他 但是我作为一个偶像 我永远不会能踏出谁一步 所以你下手上 让那两个黑衣人把他干掉 那两个黑衣人 我知道哪来的 你坐 沐老师压压腿 僵硬白 有点紧 我刚搜了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钥匙之类的东西 白白 小白 我最对你最失望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投错 我没有什么 白白今天玩的多好 我投他 我没有道理 我想不出来理由投他 手里捧着我我头 海里没有一滴油 我不愿意 不知道